- 民國47年的時候,東門市場是自備興建,請林地主跟施工所一起負責興建 但是呢,目前為止施工所不認我們是建物的所有人,因為我們當初不懂法規,所以貪商第一代沒有地上索權的狀物 所以說他們到現在為止跟我們談的立場還是不願意承認我們是這些建物的所有人 貪商自費,從一萬八到四萬,到只有兩百萬不止,買了這個攤位 在民國57年到62年期間,當時的地主,我們桃園的地主,將土地跟建物違法捐贈給桃園市工所 當時的政長是徐信之,我們一再跟施工所陳情,說建物是我們自己花錢蓋的 我們從事這行業四五十年了,在這邊成長,赤柱,拉屎,都在這個工程上 我們從事這行業四五十年了,在這邊成長,赤柱,拉屎,都在這個工程上 我們只住一間小小的閣樓而已,都在生活,從小到霸,就是這樣生活 到最後,什麼都沒有,政府官員說,你們一秒錢都被想領 這天理何在啊 住在這裡四平啦 本來在樓邊那裡,你賣菜啦 這樣啦,在生活啦 四十九年就去住了,到現在,叫我們走就要走啦 無條件 你說你如果不走,要叫警察啦,把我們管啦 五六個,六七個住在四平的房子 睡半樓,樓下做生意 我好可憐,這就是今天不丟意的,我叫我們盤走這樣不對 立法院還需要修法嗎?都不用了 因為只要一把無名火,什麼樣的法律都可以不用談了 因為誰種的火也不知道 所以今天這把火,把他們的家園給燒掉了 燒掉了這個家園之後,官方就可以說 因為房子早就,房子危險 所以就不再去約 所以剛才講,這個房子明明是自民國四十幾年興建的 明明是自己興建的 說一句實在話 我對那個政府已經非常非常的失望了 我希望總統幫忙,他們所回給我的信函 都是一個字,這是他們沒有辦法葉田,因為地方自治法 那麼我更希望馬英九總統 既然他說要改革,要革新 那是不是從這些地方來改革 不要用法律來框住這些完全不懂法律的人 公然強盜 公然強盜 土匪市長 公然強盜 公然強盜 原來... 公畫 公表 公畫 公園 公設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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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